艷阳高照下 挥汗如雨 这么热的天气 大家都知道要补充水分 但喝水就够了吗 工地里忙进忙出 相当辛苦 在台南一名50岁男子 创时间得在户外监工 水分补充都有足够 但最近突然非常容易口渴 嘴巴干燥 全身疲惫 不论怎么喝水 都无法解渴 甚至还会抽筋 赶紧到医院求诊 初步研判 可能就是热衰竭 你在流汗的时候 不只是水分 那连一些电解质 像钠啊 一些其他的电解质 也会跟着排除出去 所以我们一般还是会建议说 可以去补充一些运动饮料 里面会有些电解质啊 不止水要喝够 盐分电解质也得补充摄取 否则容易造成全身性的不舒服 尤其小孩老人及慢性疾病患者 都是高危选族群 水分的摄取应该是渐进的摄取 不要说一次你就灌了 五百一千cc那么多 医生强调 严重重暑死亡率高达百分之八十 夏天在外活动 千万记得喝水补充缘分 及做好防晒 才能避免危害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